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石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最近津巴布韋這個國家 引起世界很多的討論 特別莫加貝祖五大總統 二十多年總統都不肯走 究竟這個傳奇人物 很多西方認為是代表了獨裁的人物 他們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國家是甚麼國家 張巴布韋在非洲的東南面 在南非的北面 原本在中世紀以來 都是一些非洲的古文明 也是伊斯蘭教貿的勢力 到這裡建立了一些皇國 但是這些皇國 到十九世紀開始 就被另外一個皇國 就是蘇魯族人 上來侵奪 還有那些白人 就是波爾人來侵奪 究竟這些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英國 佔據南非 因為英國當時 都是帝國主義 全世界最重要地方都佔了 例如直布羅陀海峽 佔了北美洲 當然他要搶奪南非 因為南非是具有戰略的要地 那些航海要在非洲 有路兜過非洲 載入印度洋的重鎮 所以英國佔據南非 就將原本在當時佔據南非的另一批白人 就是波爾人 那些人屬於荷蘭人的後裔 就將他們趕走 那將部分的荷蘭人 就這樣不移 就移到現在 中巴部位的地方 那當然還有 這個蘇魯族 蘇魯就是非洲人的強項 的部族 但是都被英國 佔據的時期 他們逆向北去 就將原本 在這個 中巴部位這個地方 那些古王國的勢力 就令它衰退 那麼就慢慢地 那些波爾人就蠶食這個土地 那麼就到1888年 那英國的殖民地的做法就是 在那裡就先拿到開礦權 然後就一個英屬的南非公司 就取得領土權 我們都知道 但是在亞洲 英國有一個東印度公司 在非洲 它又有一個南非的公司 最初用公司的名義 就是好像做生意 來拿別人的資源 但是那些公司又同時 它又沒有了 慢慢地以先進的武備 當然就搶奪到 它古國的勢力 就因此慢慢地控制這個地方 那麼當然也引起一些戰爭 當地人 那些無論是蘇魯族 或是少納人 就是原本的那些土人 就是跟這個英國都打過了一輪 那麼通常都是英國 因為擁有先進武器 都是能夠控制得住的 那麼就到1922年 就正式叫做一個 自治的殖民地 那麼就當時1953年 英國就將在北面的 羅德西亞和南面的 這個中巴部位結合 那麼就叫做 尼亞撒南聯邦 那麼就 不過當地的人都不是很喜歡 那麼後來呢 這個聯邦解散 就1965年 南面這個叫南羅德西亞 當時 那麼就 白人就宣佈獨立 那麼就脫離英國的管治 那麼就 英國想繼續保持這個控制 但是不行 因為那裡的白人都是很強悍 特別波爾仁 都跟英國打了很多仗 英國雖然都是打贏 但是征服不了他們 波爾仁的這些白人 就控制了 這個地區1975年 就成為共和國 那麼但是呢這個 這個中巴部位境內 這些黑人就不斷地和這些白人 來周旋和進行游擊戰 那麼就終於在國際又制裁 黑人的武裝就跟他打 終於白人政府願意妥協 就正式將他成為一個可以選舉的國家 即是有民主的 那麼就中巴部位就武裝的鬥爭就結束了 那麼就1980年第一次民主選舉 而當時呢這個莫加貝 就是他們的民主英雄了 那麼他也是革命者 那麼終於是大受群眾歡迎 英雄式地就成為這個國家領導 就是當時叫做總理的 那麼但是呢這個 當這個國家的權力呢 順利轉移到黑人的政府手上之後呢 那麼就他正式叫做獨立建國呢 就叫做中巴部位 那麼舊時叫做南羅德西亞 那麼就而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這個莫加貝呢 當然就是一個甚受人民歡迎的英雄 那麼但是呢 他呢 就也是走很激烈的路線 就是將這個西人白人的土地 要全部呢激烈地 很快就將它搶回來 那麼本來呢 這個地方呢 都是一個叫做非洲的麵包攬 因為那裡是農業呢 土地是很豐富的 但是呢 由於它有一個激烈改革運動呢 將土地剛巧搶回 那麼那些土地呢 就白人開發 那麼但是他將白人呢 就是扔走 那麼白人連一些技術 以及金錢全部拿走 那麼因此呢 就將那些部位呢 就變得貧窮了 那麼而且呢 他搶了那些地呢 就不是交給人民 交給他自己的親信 所以呢 並沒有真的改變到呢 這個土地的擁有權 那麼而呢 當這個莫加貝統治 慢慢地呢 就變成一個獨尊的人呢 那麼就 因為怕人搶了他的權 那麼當然就到處呢 都是用他的軍事和警察力量來控制 那麼就形成了一個獨裁的民選的總統 那麼就引致到呢 這個的內部的權力鬥爭呢 就非常的厲害了 那些的 有很多的黑人 當白人土地被政府收回 就是又沒有真的給到他呢 當然會起來反抗 那麼由於呢 就是這些白人技術走了 那麼於是呢 那些土地再出不了什麼好的產品 那麼就 這個經濟系統就忽然間崩潰 那麼就政府唯有印銀紙 那麼印到不夠紙印那麼快 那麼將那些動折 一億一千億這樣的紙幣 非常之多的成為 歷史上沒有這麼大面額的鈔票 那麼就由於各方面呢 就是對他反抗呢 他就更加是用一個的 就是殘暴的手段呢 和獨裁手段來統治一下 這個莫加貝 那麼就他呢 這個時期 西方就制裁他呢 就凍結呢 所有原本的貸款 又凍結了他外國的存款 那麼就在外部就壓制他的經濟 那麼內部呢 由於失去資金和技術 土地經營和管理無法發展 所以他雖然是物產豐富國家 也無法做得好 那麼但是呢 那些反對黨就想和他鬥 那麼怎麼知道呢 就是到民主選舉的時候呢 這個總統他用了各種辦法 來到另一個選舉 都是選到他自己 那麼就特別2008年的大選呢 其實呢 當時已經是反對派贏的 就是那個得票數高的 他就突然間呢 就進行一個的 就是說不承認這次大選 就是阻止這個選舉委員會 公佈開票的結果 那麼呢 而且呢 是將這個反對黨的視為政變 將它選舉視為政變 因為呢 反對黨已經宣佈勝利了 他就當政變予以鎮壓 那麼在這個鎮壓過程中呢 很多反對派的候選人被暗殺呢 而這些的反對黨就被迫自動退出選舉 所以呢 結果呢 這次選舉的後果仍然呢 他到現在都是坐在一個總統寶座 那麼他呢 雖然他的聲望很高 以他當年呢 是一個英雄人物那樣呢 趕走白人那樣呢 有一點像呢 曼德拉 就是和曼德拉是聲明一致的 但是呢 後來由於他的過份的獨裁 和過份的權力欲 老了都不肯退呢 就形成呢 就今天一個糾結的局面了 但是呢 他仍然呢 很受歡迎的嘛 那麼呢 仍然呢 那些人民呢 都仍然他當他是 民族解放英雄的嘛 那麼所以呢 即是西人雖然是 將他視為一個獨裁者 但是他在人民心中 仍然呢 具有一個很崇高的地位 就像中華人想起孫中山那樣 那麼所以呢 他呢 仍然的聲望高 又震得住很多的危機的 我們休息一會再談